韩国首尔重启 中国总理李克强 韩国总统朴槿惠 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出持了会议 这也标志着中日韩三国的合作 全面回复 因为当今晚间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教他的饭店 还应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消息情况来听本台各派记者 翟磊发挥的报道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 亚洲经济前景 我此时重启领导人会议机制 不乱引人注目 当天的会议在韩国青马台 营业团举行 十四时去 朴槿惠总统李克强总理 和安倍晋三首相 出现在会议厅门口 闪光灯顿时响成一片 李克强总理在会议开始时指出 这个会议 这是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 对三方的合作都有重大 我希望此次会议 和朴槿惠总统安倍晋三 一起抱着诚意 大家共同努力增强政治互信 推动交流合作 李克强就推进中日韩合作 提出六个方面具体建议 他指出三国应提升政治互信 两个好的政治互信 是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 而互信的前提是在包括历史 中日韩三国还应担负起维护地区 特别是半脑和平稳定的重要责任 为实现地区的安全和发展 自由化便利化 共同推进结构性改革 加强创新领域合作 中文字幕提供